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换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该洗了 连续两到三天 在我手中呢 这是Apple 一个限量版的T恤 也老早之前 刚来美国的时候 朋友转售给我的 换上去 这个耳机 今天早晨一起来之后呢 就经历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我手中这是200加币 200加币人民币大概一千多 美金也大概一百七十多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呢 就相当于我 那种感觉就像 我把200加币扔到了垃圾桶 然后垃圾车过来 把垃圾桶拿走 那么快钱 哇就没有了 今天早晨让我打开手机之后 打开那个软件 然后当我一定要按那个按钮的时候 我心里是要 要碎的 因为一旦按下去 我的200 刀就 扔掉了 扔了扔了就 而且 最为严重的是 我所有的计划 全部炮烫 包括今天的计划 应该此时此刻 应该这个房间呢 已经收拾的差不多 已经该装箱了装箱 我应该原定的计划 是在今天离开这里 然后卡上 飞往多伦多的飞机 回到加拿大进行一段新的历程 但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一定要先取消我的机票 然后 改到几天之后 直接回国 计划全变了 哇 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多伦多 是我在加拿大期间就一直想去的一个城市 据说这个城市充满了生机啊 所以我在来美国之前呢 已经原本计划说 这个月的20号呢 去多伦多 去呆几天 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氛围 去看看大瀑布 已经全部计划安排好 然后我都写在本子上 第一天做什么 第二天做什么 七八天的时间我都写好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就去不了 一旦去不了 我要做的事情是完全重新规划 我在美国剩下的这几天的时间 应该做什么 今天原本要做的事情 完全就不行了 oh my gosh 作为一个喜欢旅行的一个Vlogger 如果未来我做那个的话 我觉得最大开支一定是 因为计划的变动 然后带来的损失 大家回想很早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次应该是原本已经计划好 买了机票去北京 但是因为那边的人突然间就消失了 就黑名单了 然后我损失也是很大 计划全部更改 然后再次发生了 在此发生了 但这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不能去 所以 但凡所有的事情发生是有利还有弊 如果明天走的话还是有点匆忙 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完成 不好的事情就是我要推迟去多伦多的旅行计划 因为这个时间一推迟的话 相关的效应就非常多 可能跟其他人的相约 还有什么都得完全变动 然后呢要想一下今天的主题 既然已经突然间消失了 应该做什么 其实呢在前几天呢通过很多人留言和评论呢 很多人说我的视频没什么内容 我学不到东西 今天还真的就交给大家一个新的东西 这两天收到一个包裹 这包裹相对来讲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个箱子里装的非常神秘的东西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iPhone X 平时老叫它iPhone X 因为确实是这么叫的嘛对不对 iPhone X呢在我手里大概已经使用了很久了 我其实一直在期待下一代的iPhone 如果说下一代iPhone还跟它很像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不会去换了 所以呢对iPhone的保养来说呢 我做的是非常差劲的 因为我很少用壳 大家都知道我是用裸机 裸机的话一定会造成旁边的这个 这个金属部分呢划很多这个道道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但是呢这就是我的手机 在镜头里其实呢是音乐能看到 这边是有很多划痕的 OK很多很多划痕 不论是你放在这个兜里 还是放什么地方一定会有这样的划痕 因为毕竟是铝合金就是这个奏性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iPhone背面这个面板怎么讲 这划了没办法 它是玻璃做的 玻璃的话是没有办法补的 但是今天有可能有办法 把这边这些划痕呢给修复掉 修复掉之后呢至少颜值呢 增加个百分之五六的一个翻新状 所以今天我们试着把它给修复一下 而这个事情呢也是被网友告知的 确确的说呢 以前跟他有点矛盾的一个网友 以前说什么我的信用卡被盗了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这个信息给展示出来 后来别人都过来骂我 我说就那个当事人 后来我们俩呢 关系还不错 所以他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会推荐给我 这个呢就是他推荐给我的 ok我刀子拿着 健身不是白练的 各位观众 在我面前这个名字叫做Blue Magic Metal Polish Cream Metal Polish Cream 据说用这个东西呢 可以修复很多不锈钢表面上的划痕 但是因为来到美国所以才能买到它 不是每个牌子或者每个品牌都可以寄到我这里 这就是计划改变之后的随机应变 连续800多天我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我们试一下 Let's go OK 我就先把它打开吧 直接这么拧开 We're going to eat right now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吃完饭之后再做 因为这东西我刚看的里面是一种Cream 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吃冰淇淋一样的东西 然后在手机上磨呀磨呀磨 这顿晚餐呢原本是应该给我道别的餐 欢送满烟 所以计划改了会很尴尬 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样子就别拍了 我觉得那个全是白色拍的 挺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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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girlfriend, a new girlfriend, you're very happy Very happy Yeah No You brought him up? I thought I did too Come on Rochester Get it too The one we got Gracias Cheers Cheer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Cheers You're welcome Pregnant part Sorry, missed that part I'm not good at it 怎麼樣?摘到幾個了? 一個 摘不到太高了 哎呀,那個摘到哪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美國生活很多人家有後院嘛 他就 經常在這邊種點東西啊 後來可能是 我才了解到這個檸檬,檸檬是這個開花結果 他那個結果不是說一個季節就全截出來了 他是一輪一輪的 可是現在看到上面有熟的,有熟透的,還有這種完全生的 然後呢 每天晚上喝檸檬睡特酸 這是美國生活的一部分 唉,就這麼放鬆 本來今天晚上是道別之夜 搞得現在 一會繼續聊我們的iPhone啊 看 長出來了嗎 這不都是嗎 這都是呀 每個尖尖上都是呀 你看 可以摘了不行 不行 他然後那時候到爆開的時候 你不知道在爆開我們家這個地方 那個鳥跟我們一起來 鳥天天來吃 哎呀 然後我們有時候就吃 有時候不想吃 就把那個留在上面就讓你留 OK 吃飽飯喝足了之後 終於來到我們的最重要的環節 我今天呢大概知道怎麼用了 我們需要一個工具 比如需要一個棍子 把那個東西給挑出來 攪一攪 同時呢我們需要一個簡單點的毛巾 但是好像沒有髒的 我找一下 OK 找到我的工具就是 一點點維生紙 牙線這個變遷 然後呢 放在我的電腦上 開始 OK 墊上一個墊子 OK 現在我們開始了 然後把它給 OK 撕開 大家小心喔 撕開之後 有這個 哎呀 看它手上是這個樣子 千萬不要站在手上 做這玩意兒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最好我旁邊準備一個垃圾袋 OK 先擦下手 把這個紙給挑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紙 挑開之後呢就是 哎呦 仔細看 很濃的東西 我們拿出來一點點 應該是這個樣子 此時呢 就厲害了 不敢弄啊這個 把我們iPhone拿過來 用這個擦拭一下 我可以看到 iPhone上超多划分的 但是 OK 我們試一下 哎呦 前面都給堵住了 就這麼擦 就這麼擦 不停摩擦 然後最後呢擦到什麼程度呢 擦到這個 整個紙放黑 你知道吧 黑色呢就代表很不錯 大家記入 黑色代表很不錯 我們就這麼嘗試的把它擦一擦 啊 我跟大家承認一下 抹這個東西都是異常的痛苦 異常的痛苦 因為真的很臭 大家知道嗎 就臭味啊 大概一個面呢 你看 已經搓到這麼黑了 這感覺是把它髒給全搓下來了 大概一個面呢搓個三四十秒 甚至搓個一分鐘 就讓它把這個 整個不鏽鋼呢 整個塗一遍 在上面呢 起一些這個化學作用 然後可能有人問 你塗成這樣 這怎麼整 沒關係 凡事開始了 咱就把它給搞定 OK 我繼續在自己塗二 塗二十秒 大家稍等一下 可能有人問我 現在什麼感覺 我感覺我自己跟個木匠似 在這邊塗東西 效果好像不是那麼明顯 很多罰痕還在 我是不是應該再增加點料 對 再增加一點 太臭了 我要把它洗掉 洗掉再說 先洗一下 好 好 OK 我大概呢檢查了一下這個光面啊 還似乎有那麼一點點作用 它有一些很明顯的划痕呢 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如果大家要像我一樣去做的話 切記用一塊毛巾啊 不要像我用這個紙巾 紙巾擦的話不是那麼好 所以啊 這東西不是說擦一遍兩遍也可以的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去試一下 多擦幾遍 也許會效果更好 所以感覺到旁邊這個 有一層油油的面 給我的一種錯覺就是 這手機好像又變得很新一樣 這個特別臭的玩意兒 好像還是有一點用的 不要像我一樣在電腦前 因為剛才這個東西呢 已經進到我雷蛇電腦上的屏幕了 我擦了之後 留下了小小的痕跡 我呢 其實真的 還是很期待啊 此時此刻 我應該已經把東西都收著好 準備 飛機 趕飛機了 但是呢 人生就是這樣 時不時的 給你點驚喜 或時不時的你就得做點 你之前沒有想過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 挺有意思 比如說 從現在開始呢 我開始想 明天要做的事兒 因為在我的那個計劃當中呢 依舊明天啊 是在多倫多 去多倫多大學 但是現在很明顯去不了了 白天忙活了半天 就是把所有的視頻趕出來 唉 希望今天的視頻內容呢 對大家有那麼一點點幫助 如果幫到了 我非常開心 幫不到 記得留言評論 如果你們有什麼好點 記得要跟我說 重新列個計劃 就這麼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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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